中国的3D打印机床技术有多厉害,中国是如何实现在机床技术上的逆袭,中国又是如何在这个领域摆脱国外卡脖子的。 我们知道,工业制造离不开机床设备,尤其是高精机床曾长期是中国的短板,当年中国花巨额在美欧与日本购买已经落后的二手机床还历历在目。 而高精机床技术国外不允许受划,以此来卡中国脖子。 然而这种情况如今已经发生了改变,中国也能造出国外求而不得的高精机床。 今日有喜讯传来,根据媒体报道,中国成功研制出3D打印机床技术,并且研制出世界首台柱段系一体化3D打印机床。 这也成为中国的机床之光,这消息一出来,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激烈讨论。 因为中国在机床方面所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也算是从此打破了欧美发达国家在机床领域上的长期垄断。 有了属于自己的机床技术,并且是绝不出口,只有自己能使用的技术。 并且值得一提的是,欧洲国家和美国都想要从中国购买这项3D打印机床技术,但是都遭到了强烈的拒绝。 这也从中反映出了中国在这一技术上的底气,也印证了那句老话,以前的你对我爱搭不理,现在的我让你高攀不起。 这是身为中国人多么大的自豪啊,这也突出了中国在科学技术上的不断突破,不断探索,积极进取的伟大精神。 我们也都知道,机床的发展一直都是掌握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手中,因为它们有着高度发展的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巨大优势,所以使得它们一直占据这项技术的统治地位。 而中国机床的发展更加是历经艰辛,受到各样的阻碍和压迫,可以说是在夹缝中生存,完全是凭借自身的力量,加快自身的发展,自主研发这项技术。 所以也是突破各样的限制,因为之前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的都是技术封锁和政策打压,所以也使得中国在这一领域发展的决心和必要性,也是更加加快了在机床领域的发展与进步,才取得了如今的成就,才能一举震惊世界。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什么是机床,它有着怎样的重要性,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发展是怎样的。 机床是指制造机器的机器,译称工作母机或工具机,它一般分为金属切削机床,断压机床和木工机床等。 然而,现代机械制造中加工机械零件的方法很多,除切削加工外,还有铸造、锻造、焊接、冲压、挤压等。 但凡属精度要求较高和表面粗糙度要求较细的零件,一般都需在机床上用切削的方法进行最终加工。 所以机床在国民经济现代化的建设中起着重大的作用,它能较好地解决复杂、精密、多品种的零件加工问题。 它也是现代化工业制造的基础,就是因为机床在高端制造业的重要地位,所以西方国家在高端机床领域一直对中国采取的是技术封锁措施,这就在一定的程度上极大的限制了中国现代化工业制造发展。 并且毫不夸张地说,机床作为国之重器,它兼顾着一个国家大大小小的制造行业,小到生活用品、普通电器、大到汽车、铁路、船舶制造、航空运输、工电、核电等方方面面。 而且单单从全球范围来看,许多的制造强国都必须先是一个机床强国,因为只有具备了高端机床才能够拥有高端制造的先决条件。 而高端制造的水平则是高端零部件生产的前提保证。 所以,从某种层面上来看,一个国家的机床能力水平就大致地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工业化生产的水平,也就决定了它在高端制造上处于绝对领先的地位。 而中国虽然拥有全世界最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中国的机床的发展却是步履维艰,很难进入人意。 中国从1958年就开始了机床的自主研发道路,与此同时,日本也在同一时间开始研发数控机床。 但是从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中国的数控机床技术与日本还是存在很大的差距,但是也是有所收获与发展的,也是一直走在前进发展的路上。 1986年,中国出台863计划,为了要努力追赶世界高新技术水平,打破西方对机床技术上的封锁与垄断,中国在此次计划中推出的CKX5680型车洗复合机床,对提高中国的船舰和发电设备能力,以及国防安全做出了非常巨大的贡献。 同时,这也意味着中国打破了西方国家在高端数控机床领域的技术封锁限制,这在中国机床的发展史上也是具有重大意义,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后面,中国也是加大了对这一领域的投入和研发,紧跟着世界机床技术发展的潮流,并且随着中国技术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加上在机床技术上的沉淀和积累。 在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快速发展时期,使得工业生产力大量爆发,机床作为工业之母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 自2015年起,中国开始全面推进制造强国战略,明确了战略任务和重点,而高档数控机床的发展计划当然也在其中, 并且随着中国在机床制造业的不断发展,还能够实现自主建造航母,完全不需要进口日本的机床,从而实现自主研发机床,以此来达到本国对机床制造的需求。 虽然中国在高档数控机床的发展上较西方发达的国家还较为落后,但是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能够基本实现自主研发,而不需要依靠进口。 相信中国的高档数控机床在未来会取得更大的发展,而中国此次推出的3D打印机床技术,更加是机床行业的一大技术革新。 中国此次的柱段洗一体化3D打印数控机床,是将打印技术和传统的锻造、洗销、车销技术融为一体,并且可以使用多种不同的加工方式对零部件进行加工,从而获得最佳的性能和精度。 用这种车床制造打印零部件就不需要再对零部件进行表面加工。 在3D打印制造零件的同时,机床内的其他加工设备也可以实现同步对零部件的表面处理,从而最终能直接加工出精度符合要求的零部件。 相比于传统的3D打印是结束后再进行表面加工的方式,而中国此次的3D打印机床技术就可以极大地减少零部件的加工时间和成本,甚至可以让欧美国家十分眼红,纷纷上门购买,但都遭到了中国的强烈拒绝。 有专家就评论说,强买,没门,并且随着中国在3D打印机床技术的成功研发,不仅提升了打印材料的强度、韧性、耐疲劳、寿命以及可靠性,还降低了设备的投资和原材料成本。 这项技术的问世直接攻破中国航空领域的发动机制造难题,这就为中国航空领域带来了技术性的革命。 所以中国对于这项极为宝贝的技术采取的是限制出口政策,也让美国和欧洲各国多次都吃了闭门羹。 从被卡脖子到世界第一,中国在3D打印机床技术上的优势,有利于中国突破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使中国能在机床领域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和成就,从而使得中国可以不断发展成为机床世界强国。